虽败但也有欣慰,二传的他能扣能传还会调球得分,自信是不可挡。 北京时间6月14日凌晨,2018年世界女排联赛德国斯图加特站展开四轮较量。 面对强阵出战的竞敌荷兰,年轻选手主打的中国女排把握机会能力稍蓄,激战四局后1-3高负,遭遇本周的首场失利,四局比分为24-26,25-17,17-25和21-25。 李盈盈,龚翔与两人处理了大量困难球和调整攻,进攻成功率不高在情理之中。 中国对篮网得到14分,对方只有7分,尤其是第二局的篮网相当出色,发挥出了身高优势。 全队的篮网和串联暴露问题较多,后两局中国对篮网漏洞比较多,复攻移动,判断出现很多问题,在出现反击机会时一些队员调整传球质量欠佳,导致主攻只能被动处理球,浪费了不少反击的机会。 第一局绝末中国对几次攻残配合不够默契,浪费了两次得分的机会,如果拿下第一局,可能还会给荷兰队施加更大的压力。 整场比赛,龚翔宇除了第四局球一个扣球出界,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失误。 进攻中也偶有被对手直接拦死的情况,客观而言,这就是现在龚翔宇的真实水平了。 作为二传出身的他,多次调攻他的上手传球给到四号位的主攻,都是相当到位。 而且,有一个明显进步就是现在龚翔宇跟防调球意识明显比前几战有提升,这场比赛荷兰队的主攻调球大部分都是被龚翔宇跟到了。 尽管这次复得参赛的阵容里缺少了朱婷、丁霞、林立、刘晓彤等世界杯及奥运会的冠军选手,主教练郎平也没有帅对去。 但是只要是穿上了中国女排的队服,就是代表中国队参赛。 所以不存在一队二队之说,国家荣誉面前,每一个人都应该守住中国女排的荣耀,和辉煌国际牌坛快40年的金字招牌。 期待龚翔宇下一场精彩的表现。